嗨,大家好,我是奶茶 今天呢,來分享序號囉 序號的號碼呢,就在這裡囉 那這個序號呢,我們可以拿到 風格抽獎決議帳,還有圓錐盒紅色的 我這裡呢,開到兩個寶石 還有這個綠色的圓錐盒 拿到了100個新幣 再來就是這個任務的第七天 如果有每天認真解任務的話 我們可以拿到這個小聖誕襪喔 那看一下這個小聖誕襪 它是沒有辦法加速的 它只能往上跳 這邊呢,速度是3.5 它的跳躍率寫20 可是我覺得它的跳躍好像沒有到這麼高耶 跳起來的部分呢,大概跟公車的高度差不多吧 可是這樣子跳躍率有到20嗎 這裡呢,拿路燈來實測一下 它大概的高度在哪裡 跳起來的部分呢,可以比路燈再高一點 那我覺得這個小聖誕襪呢,還滿有趣的 而且呢,很可愛,很值得收藏起來喔 那這個呢,就是要全部解完任務才拿得到的 還沒有解完任務的朋友們,記得要去解任務囉 接下來就是開箱這一次的禮物盒推車啦 我做的是紅色禮物盒推車 然後它的輪子會有這個橘色的特效 莉莉做的推車是紫色的 然後它的特效要在這個雪地裡面才會出現 就是一般的平地 那如果在馬路上呢,它是不會出現特效的喔 在這裡呢,我們比對一下這兩台的大小 那目前呢,兩台是重疊的 線的部分好像沒有對準耶 等一下,我覺得要移過一下 那這個部分真的很難瞧耶 超難移的 這樣子終於有對線了吧 看一下這兩台的重疊大小 那紫色的輪子呢,比紅色車子的還要再多出來一點 蝴蝶結的大小呢,應該是一模一樣的 綠色的那一台呢,目前還在製作當中 所以沒有辦法展示給大家看 那製作完成之後呢,再來一個禮物盒推車特輯好了 因為啊,今天有序號 所以才打算先上這一部影片 畢竟呢,序號分享很重要對吧 那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這裡啦 喜歡我的影片呢,不要忘記幫我按個讚 我們下一部影片再見囉,掰掰